那我們大家就把握時間來展示 對不對 展示阿楊先展吧 對 先展就好了 好 我們就任何掌聲 歡迎今天的地位獎者 好 開 謝謝大家 我們第一次來的折舞 然後我們跟瑞克蘭專業關心的面向都很不一樣 那我今天會講一個比較 稍微會去反思一下我們 過去怎麼看待高教學的視角的問題 那重新再把它 就是重新通告之後再來看說 我怎麼看待台灣高教學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上禮拜也有講過一場高教學的問題在後面 不過那時候有位朋友就有提醒我說 我是不是帶了太多先入為主的立場 所以我這次會把我的很多 我思考背後的想法一併講 好 然後 最後的題目是這個 台灣的高教學發展是新自由主義模式嗎 好 這個題目我懂的時候聽起來很嘔口 那可是新自由主義模式 大家可能有時候也是常常當上口的去 講 欸 新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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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到底新自由主義模式是什麼 來 下一個 欸 還在說 對不起 哈哈哈哈 那太順了 沒有助理 對 好 何謂新自由主義模式 那 基本上大家 基本上簡單講就是說 這是一個從1980年代以後開始出現的一個新的思維 新的經濟治理模式 通常我們強調是說 要強調個人的自由競爭這種理念 那 實質的政策手段 可能就是採取 使自由化或市場化的手段來激活 來增加它的效率 效能 好 他們就會講說 市場就是看不見的手就是萬能的 它可以達到一個最適當的資源分配模式 那國家不需要做任何介入 所以說 放在國外的地方 你就會模式下來 可能是說大學的私有化 或是大學的商品化 或是說大學的市場化 好 可能這是西方的模式 那 到底在台灣是什麼樣子 欸 等一下 那 台灣的模式是這個樣子嗎 那我在講台灣國際線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稍微概念化一下 把這兩個概念再重新 narrow down 一下 好 什麼叫市場化 什麼叫私有化 那我把它換得很細 我叫做 市場化指的是價格制定 或是供給配置的開放 什麼意思 市場 如果說大學的價格市場化 就是說 我們可以自由定價 或是說你買賣出入的人 可以自由進出 這叫市場化 好 那私有化是什麼 公共所有權轉移至私人 或增加私人的供給數量 好 那這是我在這邊做一個定義 就是說因為我們很常講說 新自由主義會產生市場化跟自由化的效果 那我把這個定義把它先講清楚 那我們再來看說台灣國際線怎麼樣 我等一下下一頁會講 那我再提醒另外一點是說 市場化跟自由化這樣的概念 是應是必然出現的嗎 老實說不是 它可能可以是獨立的概念 好 怎麼說呢 私有化 私有化我們可以說國家納入非常多私立私人部門進來 但這國家去控管它的價格也不是 就是說你所有進來的私人部門 我只能定我這個價格 那可能問題是 那這個時候它其實市場化是不完全的 就是市場化是不完全的 它是私有化的 但市場化不完全的 反之 市場化也有可能不是私有化的情況 怎麼說 國營企業大量的進到市場來參與市場競爭 那它就是市場化不是私有化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可以努力看待的 就是我現在把新自由主義到市場化、私有化 還有一些概念我把它先理清楚 不好意思 希望不要太難 因為我覺得今天剛剛聽著大家的 要聽的東西覺得 有一段距離 不過原來我後面還有一件事情 好 那在台灣存在這樣的現象嗎 我們開始過時 我們把這些概念回來到 要擺生到我們身上 我們現在大學體制有這些現象嗎 大學有發生哪些市場化的現象 剛剛回想一下第一 市場化 價格機制的自由化浮動 可以喊價、喊學費 可以或是說供給上可以自由進出 我今天要辦大學我就可以來辦 我今天要退出我就可以退出 台灣的學費至今 雖然說有一直在上漲、微服的上漲 但是仍然是很強的價格管控機制 然後 但是 在這個意義上 台灣大學的價格是市場化不足的情況 它是被控管住 強烈控管住 但是供給是鬆保的 現在私人要辦大學的門檻非常非常低 今天新國馬上就被中信買下來 馬上可以辦一個新的學校 再來下部分第二問題 大學有發生自由化的現象嗎 我覺得有 但是這是過去就已經有的現象 台灣的既職教育到高等教育體制 一直以來都是存在以私人部門為主的體制 就是說私立學校為主 私立學校跟公立學校比大概都是2比1左右 最初就是說這是 台灣的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特徵 然後 那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覺得 那我按到下一個 那大學解除管制嗎 回想剛剛我講的這個 第一個是有強調自由競爭 要把它解除管制 然後私有化、市場化 我們剛剛檢視的私有化跟市場化 台灣的幅度跟狀況如何 那接下來我們來繼續進一步談 解除管制的情況如何 我認為 台灣的大學其實從來沒有真正的被 就是說所謂的 進入一個放任市場的解除管制狀態 就是說 大學 剛剛也看到了 就是說不僅是學家 學大會被控管制 那其實 國家仍然對大學有很多的管控機制 只是它現在管控機制不在 是透過就是說 直接的 用派官僚的方式來控制 它是透過另外一套用評鑑 績效評鑑 效務基金的部分補助 還有競爭型補助等手段 從新對大學做治理 那所以 我在這邊要講的是說 我認為台灣的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要管制 不太完全是跟歐美的那種放任市場化 或是快速的私有化完全相fit 但是我們確實在 這二十年來的新的教育改革裡面 我們建立了一個新的管理管制工具 它很吊詭的 我們透過評鑑 建基校管理的管制工具 來把大學推向市場 這是我覺得 台灣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義特徵 這是在地的新自由主義特徵 好 那什麼叫強調績效的再管制 大學評鑑 大學評鑑就是一個 大學評鑑還有七所評鑑 那一直評一評 等一下阿賴老師會講更多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博士生 我其實沒有真的經過這個三年一評 五年一評那麼痛苦的事情 好 那再來除了評鑑以外還有什麼 各種的差別待遇式的補助計畫 這個是卓越 這是叫卓計畫 就是接到五年五百億 然後一般的大學 大概都會有這個 過去有個基礎教育跟一個卓越計畫 這些計畫通通都是要透過競爭來搶 那所以他就透過就是說 OK我今天這個競爭 我今天只有100億有五個名額 你要十個學校二十個學校來跟我搶這筆錢 那透過這種刺激競爭 然後他甚至國家也會說 你這個學校本來體質又比較好 我給你多一點 像我們台大就是這樣 我們台大就是佔盡了所有的 軟教育資源現實就是這樣 透過這種模式 重新去管控大學 並且把大學給分了好幾層好幾層好幾層 所以在台灣裡面的 在台灣的高教就是真的是被 事情是 還是被這種新的機制給重重的去管控管制 他是一個看不太 他是一個國家的控制 然後是一個看得見的時候 好 那他透過這種評鑑機制 就會產生了一連串的效果 這個補不深 就光補 不太清楚 就是說透過評鑑 一連串一連串就會把它 從國家到學校 學校到教授 教授到學生 一連串一連串 就是把我們都綁在這裡面 那怎麼這樣 國家通過評鑑防補助的方式 你今天的評鑑是A等 我給你100萬 你今天的評鑑是B等 我只給你10萬塊 來要求大學 達到我國家希望學校做的事 那國家希望做什麼 你幫企業服務嘛 幫企業做產學合作 做研發 我就多給你一點錢 那大學 那大學就是資源不夠 他就為了要跟國家申請補助 他就要去做嘛 那找誰做 找教授 那怎麼找教授做 透過教授的升等與教師品鑑來管控 還要求教授要去接案子 做更多研究計畫 那像我們常講說 之前台大社科院 甚至社科院院長 發信給全院教授說 那個大家的計畫經費 大家計畫再努力一點 我們是全校第二 爭取的經費第二滴的 那滴一滴的是誰 對 文學院 就是這種一體化的試用方式啊 每個學院其實實質上 他的 他其實 每個學院其實能力是不同的 而且他是透過這種 用市場的價格 應該說 爭取金錢的能力方式來評估每個系的價值 好 那最後就到教授身上 教授為了要升等 為了要教師品鑑 他們就只好趕快去接很多計畫 很多計畫 那接很多計畫誰來做呢 當然很多學生啊 博士後 那可能透過說 用一些堅持工作 或是用畢業任務的方式 把它結合起來 我覺得這就是現在 一體化 從國家大學教授 到學生的一體化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最近 已經吵得最兇了 就是我們也變成排大費死檸檬 就是這件事情 反正 就是 對 就是大家課選不到 然後 助教失業 然後 助教減薪 大概都 現在都是我們的問題 這樣子 好 那這是一體化的情況 下一個 好 我們剛剛講完了 我們剛剛講完了就是 國家怎麼治理大學的方式以後 我們再來講 台灣的 下面的兩種學校 別忘了我們剛剛講到公立學校跟私立學校 嗯 通常 過去有一個學生講過 叫做 就是 體積與肝像學生資本主義 他什麼意思 他講的是說 大學 過去大學其實 是很依賴國家的資源的 可是 突然 就是剛剛講的 在80年代後的 新自由主義影響下 國家開始做準結 或是退出大學的動作 那 讓 讓學校的資源減少了 那學校的資源減少了 那學校的資源減少怎麼辦 他就只好被市場去尋求的資源 那 這個 像市場尋求資源的過程 他就 就 就 組織內 就會需要 去服用一些市場 裡面的競爭機制 或是 績效標準 而產生的組織動盪 情況 這是國外的 學術資本主義的 樣態 那台灣到底什麼樣子 台灣分成兩種樣子 我認為 台灣的 學術資本主義 不完全是跟國外一樣 第一個是私立大學 剛剛講過 這是一個學費價格管制的市場 所以 孟程度上 他其實 對 國家的資源的依賴程度 反而其實不同 因為 因為私立大學 所以對國家依賴程度其實很高 可是他是高度依賴學費收入的 每個念私立大學的同學 都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們的學費 幾乎就等於是你們的 享受到的教育成果 老實說就是這個樣子 對 就是說 大概 學費收入的 呃 對不起 就是說學費收入的大約 我想像 好像 直出 直出約是學費收入的 六到七成左右 對 還是反過來 對 那 所以 對私立大學來講 他們通常的做法 都採取高師爭筆的規模經濟 然後還有 甚至說 做一些連帶的建議 建下來賺利潤 這是台灣的私立大學的做法 那所以說 台灣私立大學 其實你們看到 它其實國務省上是一種 呃 就是也是有很嚴重的政商連帶關係的 一個企業 那通常就是說 你通常就在那邊蓋私立大學 那附近的建設 大學層什麼 可能也都會有相關的利益地 又再進到裡面去 這是私立大學的玩法 公立大學是什麼 公立大學在校務基金制度建立以後 開始需要經費自從 政府支持的降低了 所以他要經費自從 自己找錢 那自己找錢怎麼辦 他就只好透過 去找政府委託或產學合作 來增加建業合作收入 成為政府跟產業的外包研發基地 這個有什麼數據可以證明嗎 這個是現在台灣 對不起 這是現在那個 我們國的高野教育部門 研發經費的分配比例 那這個從1999年到2013年 這個數字可以看到一些 新的有趣的現象 研發經費提高了一半以上 那企業部門的比例明顯的提高了3% 然後這一塊就是指的是 通常就指公立大學 公立大學裡面 來自於公立大學本身的研發經費是下降的 但是來自於政府委託研究 就直接來政府部門的資助 研究資助比例是升高的 這完全符合我剛剛講出 資本主義的樣貫 這是公立大學的樣貌 企業部門比例提高 大學一般基金比例降低 然後直接來自部門比例提高 我們的公立大學 越來越依賴市場的資金來運作 再一個是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從這個圖可以看得出來 紅色是公立大學學生的人出成長的幅度 橘色是私立大學的人出成長的幅度 大概從85年私校減進開始 大概就已經人家慢慢成長了 但是在9697以後成長得非常快 現在大概每年大概有90 我記得每年差不多是90萬的私立學校學生 那就是靠著 就是靠著 學校們是靠著賺學費來維生的 賺學費來賺利潤的 好 那我們剛剛把這些行購完以後 我們再來回到台灣的歷史 麥瑞我來講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現在的高等教育 我認為我們必須追到20年前的教教運動 但是我們要把這東西再釐清楚一點 我們都知道私立大學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吧 廣社高中大學 那可是我認為廣社高中大學是一個難商 就是說確實它是造成大家開始開放了 就是說我們對高中的學歷大學學歷的要求 可是我認為他不完全是今天 他不完全要為今天的所有問題負百分之百的責任 好為什麼 因為當初的教改大學行那時候的 黃雨雄那時候主張 那時候的主張是主張說 我們是要廣社公立的高中大學 換言之 他是要求國家的財政支出要進來 可是 當這個運動進到政府體制的資歷體制裡面 變成教改會的研究以後 他變調成這個樣子 強化高等教育的市場機能 擴大民間資源投入 這是1996年的東西 調整政府的高等資源教育分配 增加私立學校的彈性經營 放寬學費 這一連串是一群經濟學家 認為說 我們的高等教育其實 國家已經支出夠多了 所以我們要引入民間資源 好 到這邊位置 我們就可以看到運動已經變質了 然後再到最後的官僚的排定的時候 他用一個更簡單更低成本的方式 把既有的專科跟專科學校 大量的升格文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 來完成了我們這次的高等教育轉型 所以其實很常會有人說 大家可能都會聽到說 教改李遠哲要負責 只是說李遠哲沒有負什麼責任 因為李遠哲 李遠哲當然不能說完全不能負責任 但是李遠哲在教法會裡面的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造極的人 但是他下面有很多學者才真正要負責的人 而且李遠哲不會是真正參與教育政策的決策者 他也從來沒有參加過教改運動 好 原來這是額外話 這是題外話 這個不是今天的重點 總之我只要告訴大家說 這是二十年前發生高教擴張前的樣態 我們可以看到還有三個階段 運動的時候講廣社公立高中大學 其實應該說運動從沒有講清楚 那後來紅雄他們另外把那個講清楚 那已經來不及了 教改會裡面經濟學家把它講成是一個 用市場方式來做的改革 那最後國家用一個最便宜的手段 把專科學校全部轉成科技大學跟技術學院 所以是什麼 所以這個改革就是剛剛我講的 引路市場的力量 市場的力量是什麼 私立學校 低國家的成本 國家不用出太多錢 然後之後會再利用消費性補貼來完成高染教育部長 這我等一下下面會繼續再講 好 那這個是一個證明 台灣的高染教育第一政府支出的一個數據 我們直接比較 台灣的高等教育裡面工部門教育經費 佔我們的GDP生產毛額的比例 我們通常只有到0.8、0.9的強度 OECD國家平均大約都在1.3、1.4 這代表的是我們的工部門的對高等教育投資的比例 第一場故事低於半OECD國家 大家要記得這個 下一個 好 那這是我剛剛講的 先我上次講的 用最便宜的方式擴張 先用專科學校來擴張 所以一開始 85年在增長的時候 橘色是專科學校 然後紅色是大學 專科學校略回成長 略回成長 大學略回成長 略回成長 到這邊以後 專科學校開始掉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專科學校每一間都變成大學 科技大學 科技大學 所以大家都變大學以後就變這個樣子 所以都是從既有的高等教育體系裡面 再把它轉成大學的一個低成本的擴張 國家不用賦任何錢 就是鼓勵說 你這些學校來升格 升格 你有弄到土地 你有弄到教室 我就幫你升格 我皇室來處理好 好 那這個是講的是消費型補貼 首意思 刺激大家來念大學 當然大家本來就有念大學的意願 可是國家在95年到2000年之後 其實提供了大量的消費型補貼 比如說 一些學達費解緣或公讀 助學金的補助 我不是說這個不好 因為這確實是提供弱勢的同學 一個學習補助 但它確實就是也會增加大家去念 而且它也是增加大家來念高等大學的意願 然後這個是指就學代款的利息 那國家每年要為大家去代就學代款利息 付300多利 30億 那累積下來這10年也付了800、900億 總之就是透過學達費減免 助學金跟學代方式刺激大家來念大學 反正 因為畢竟過去大學都是不太好拿到的學歷 那現在一開放大家當然會去追這個學歷 那問題是我們把大家推到大學裡面 我們有對大學好的投資嗎 沒有 大學教徒從2005年開始到現在 也不過166億 技職的教徒更大 這樣擠下來才100億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把錢花在說 就給你錢 或是說資助你讓你來念大學 可是我們沒有把大學的體質給改善 那就是讓大家來鼓勵大家 簡單講就是鼓勵大家念爛大學的意思 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是這個人次 那同時也會看到說 就是 他是 比如說都是族群集中在私立學校 那其實都是大量的接受 品質 就是沒有國家同資的高人教育 那你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落資助學金或是學雜費減免 都是私立學校較強 那每年大概今年的學貸申請人四有62萬 那上下全息除以二的話 大概每年是三四十萬的學貸申請等數 好 那這個是教育部的資料 就是講說大概近十五年的學貸申請狀況 學貸膨脹很快很大 那這代表什麼 透過學貸來刺激大家去購買高等教育學 那從98年以來 現在申請的人 大約的人總共九百七十六萬 上下學期分 切一半 那是有四百多萬的人 那總共生貸僅有三千七百億 這是多麼龐大的經歷 給私立學校轉 好 那 那 低成本的辦學 要怎麼辦 低成本的辦學 那當然只能是用高師生平常 講說分模經濟 一個老師開越多課 收越大班 學生越好 用越便宜的老師越好 所以高師生比 造成大學教育 大學教育 高師生比 勞動彈性化 低性的狀況 九十一年度的時候 今天老師也才三萬多個 十年後 增加了五百五十 同時 如果我們現在看 台灣的高等教育平均師生比 是二十一點二 OECD國家平均的師生比 是十五點二 是遠低於OECD國家的 更不用講說 這高等教育平均師生比 還是被 國立學校給拉下來 師生比越低 代表教育品質越好 大家知道嗎 就是說 一個老師 不用照顧那麼多學生 不用照顧那麼多學生 那我們就更不用講說 那最前面可以看到說 很多私藝學校 等一下可以再繼續討論 就是很多私藝學校的老師們 其實就是大量受課過勞的情況 那同時你看 今天老師的 薪水也是一直漲得上來 那這就是台灣的第一 第一投資的 我時間好像都太多不好意思 我長快一點 為什麼沒有動 我們不要忘了 就還有博士後裏專案教室 那反正台灣現在就是 在教室的人歷史上 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就是老師們過勞 可是也一堆過剩的流浪博士 像我以後也要當眾人 那結果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各種健康高風險的情況發生 2002年有三個教大教授走掉 那2006年有一個 有一個聯大老師在 那個 三進班業的時候走掉 然後這也是 這是我們台大的學長 在行屋裡面走的 然後教授過勞走的情況一堆 2001年的時候 世新校長在領名說 世新這8年有8個教授走掉 那清大也是 這清大的 然後也有老師 打打籃球就心肌梗塞 那前一陣子台大 我們臨端也是這樣的心肌梗塞過程 教授變成是過勞高風險 然後不要忘了 最近是台大的人在犧牲國家 好 那 我時間差不多 我今天沒辦法把太多 等一下可以繼續談 就是說有關評鑑 或者什麼 我覺得因為時間問題 我沒辦法談到那麼多 好那我簡單做個 我剛剛講的一個整個 整個總括的結論 我認為台灣的高原教育特色 它就是一個說 透過政府 透過破大私立高原教育攻擊 然後提供學貸跟消費補助 然後讓學校 然後刺激 刺激我們高原教育消費 讓私立學校可以去賺錢 可是問題是 這些投資 就是沒辦法來改善學校教學品質 你今天就是拿去買一份高原教育 可是那個高原教育就是老師的薪水 他沒有辦法實質地去破綻說 提高老師的薪水或老師的數量 那這代表什麼 政府不斷地將學生推向高原教育 可是卻沒有對應的資源改善 而變成一個重量不重值的高原教育 所以倒錯一面就是說 我們的社會 量的不平等也許消失了 量的不平等也許消失了 大家每個人都有大學念 每個人都有研究所念 可是值得不平等還是在 你念什麼大學 你念什麼研究所 決定了你的 未來的工作機會 身兼方向 那我自己喜歡講 就是說 我自己喜歡用一個 這比較不精準 那我喜歡用發展題來講 就是說 這是一種低度發展的高原教育 看起來有發展 可是是低度資源投入 那 常常會有一批 自由派 市場化學者會說 台灣現在的這種公私力不均等 逆分配的情況 就是 像我這種 台大學生 過最爽的情況 是因為 就是國家的分配 造成逆分 國家的分配資源扭曲的情況 導致 就是說 國家說台大會拿多一點錢 然後就造成這個建議的差異 所以說他們就主張說 政府介入要減少 然後學費要彈性化 市場化 那 可是我認為說 這種說法一直都忽略的說 本質上我們對高原教育的公共投資 一直都是遠低於歐利CD國家的 就我剛剛講的那樣子 所以我們所有的 包括教學的助理研究的助理老師 都是用最廉價的方式去請把它拼過來 那盡可能的勉強的低價方式去維持這個高原教育體質 好 那剛剛也有人問到說15年的大限問題 那我自己會認為說15年的大限是 雖然是部分存在 但是其實 剛好可以通過 就是你在少子化的情況下 你要把它降低 市生比的成本 也會跟著降低 我會認為這是一個新的投資的轉型 就是說 市生比 當學生在變小的時候 你把市生比降低 那個需要的成本是更少的 對 那我自己大概算過 大概2022年如果要拉到15.8的市生比的話 大概也還要再多比7000名的老師 所以說其實 這個是個危機 但是就看說未來到底 新的政府有沒有打算再做新的投資改善 可是這就是一個挑戰 因為現在國家財政狀況 要怎麼挑戰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新的課題 好 我就先包到這 不好意思 講太久了 除了卡洋中 請這邊 就跟我們做了非常詳細的一些分析 各位也許有一些 要針對個別事件 或者個別案例 就先hold在心裡面 我想還是先回到問題本身去思考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要怎麼去處理一些問題 好 我們接著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獎 對 好 大家好 我這個講的部分呢 跟凱恩有點重疊 基本上 基本全部重疊 但是在概念上略有不同 所以剛好大家可以做個參照 那凱恩做了很仔細 那我這個主要是做Propenda 這個是學生 好 那我們兩個東西有點類似兩張不一樣的投影片 疊在一起 中間的交情非常大 剛好大家可以互相比較 好 那我今天講的是高度市場化的特急 好 那高度變遷的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在80年代的時候 過去在80年代之前 當然是國民黨控制台灣 所以是一個威權實在的政治控制 那威權實在的政治控制 當然是對所有的領域 不管是哪一個領域 都有一個高度的政治控制 那在教育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在政治的民主化過程 台灣政治控制過程 主要講的是要去國民黨化 把國民黨幹掉 萬能國民黨 那時候的口號就是 胡亂奧槽 辣三個 定下 國民黨都不懂了 對啊 大一年代是這樣 那當時在西方同時 發生的一個 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浪子 這兩個東西 那主要是 新自由主義的浪子 那概念 我跟台灣有點略不一樣 大家可以比較 如果新自由主義講的純粹只是回歸到市場的話 它跟古典的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它稱之為新是它認為state 國家仍然有它的角色存在 比如說當市場需要國家的時候 國家就出來幫忙一下 所以我們需要的不是取消國家 只有在很特殊的狀況下 他們會 資本家會喊取消國家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是說 國家要小而能 大家知道嗎 小而能 要具有能夠促進資本發展的那一個能耐的國家 只是我們需要的 而不是完全把國家取消掉 因為事實上從資本主義以來 國家從來沒被取消過 所以是小的國家大市場 新自由主義的 我覺得我在概念上是這麼認為的 在80年代的這個時間點上 非常特殊的新自由主義 跟我們在台灣本土發生的去國民黨化 合在一起 剛好交接在一起 所以於是一個去國民黨化 跟小市場 小國家大市場的這個概念合在一起 所以換句話說 當時的民主運動 並沒有真正去挑戰去國民黨化 或小國家的這樣的一個想像 將會導致一個大市場的這個想法 並沒有去挑戰它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這是一個很歷史的偶然 剛好碰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只要把國民黨換掉 把國家變小 所有的國公民企業都把它民營化掉 變成私有化 這就可以了 所以當時的民進黨的主流 我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黨國資本主義 不是說資本主義不好 是黨國不好 把黨國去掉 那它還是資本主義 讓它自由化 所以有一個所謂的民營化的風場 大家知道台灣很多 後來的這個很多國民企業都民營化 那我們來講一下高中教育 過去也是同時受到威權時的政治控制 所以我們在黨 有黨國教育對不對 到大學的時候要念這個國父思想 那高中的時候要念生命主義 這類的玩意 好 那於是在教育體系裡面 出現了一個對於自由的渴望 因為被壓抑嘛 或許都被國民黨害嘛 所以被壓抑 我們要一個自由 要自由 要自由 就是我們就有台大的自由之愛 學生運動的這些 然後從自由的論述 轉變成為公民論述 就是最後轉變成為 實際上的學生知識跟大理 教授指向公民權利 在大學裡面 事故也是要強調公民權的 這類的東西 所以大學知識基本上在 90年代初期 就建立起來 就是所謂的學生知識 學生知識會 才我們那時候建立起來的 大學法修改 教授必須在 這個 消費裡面佔一定的理由 這樣子 那時候修改 但是大家注意 這個對自由的渴望 並不代表它會挑戰市場 甚至它跟市場這個概念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 對政治上的壓抑的否定 對自由的渴望 這件事情 不代表它的教育思想 就是教育改革的思想 會針對市場去挑戰 這是兩件事 這是兩件事 好 那在變遷的背景是這樣 好 於是我們怎麼去概念化 台灣的高等教育的變遷 那有人認為是商品化 石油化 市場化這些概念 那我也稍微做了一些不一樣的定義 商品化當然就是貫隨著 譬如說 教育變成是 你必須要購買商品 一樣這樣的概念 所以在反高學會運動 或低學會運動 或反對 或要求 學費要調降的這些運動 基本上 談出來的口號都是 教育商品化 對不對 所以反教猛 大家知道反教猛嗎 常常在教育層面 那 反對教育商品化的 就是反教育 它用的是商品化這個概念 那市場化這個概念 在我看來 涵蓋的比較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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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涵蓋的不一樣 那不代表我是對的 好 那市場化這個概念 我認為它在實際上 大概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知識經濟 就是這個大學所生產出來的知識 就是要為市場的服務 這件事情 作為這個知識經濟的一環 也就是技術跟產學合作 我們現在大家看不到這些事情 我今天早上去華夏科技大學 因為我們的分部在那邊開會 那它現在要求就是說 全校今年一定要2500萬的產學合作 所以每個月每一個系都被分配到產學合作的金額 你就給我去充幾百萬 每個系都給我充個幾百萬出來 這樣子 這是很多科技大學都是這樣的 現在很多非科技大學 非其實體系的大學 也在充產學合作 這樣子 好 那這是知識經濟的一部分 就是你必須替市場的服務 那另外一個是把自己也產業化 這概念上比較不一樣 大學就講的是經營管理層次的 把自己也產業化掉 自我產業化 那事實上我們加入了這個GNTS以來 就是 我問我們加入國際主持人 就是教育 就是被當作是服務業的一款 老早就是了 那這是在WTO的架構之下 我們早就是了 就是服務業 教育是一個服務業 好 那我們 這個需要面對全球跟在地的競爭 那所以有很多的教育資本 我們可以這樣說 教育資本是流竄在全球的 它的產值非常的高 那流竄在全球 所以如果你是知名的國立大學 知名的大學的話 你會到其他地方去投資 但它相對於其他的行業的確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 因為這個教育這個行業的確是非常困難的 廢在地化 是非常困難的 然後移動到一個地方去 是 那剛剛我們現在已經透過資金區了 就是在看這個 好 那新自由主義的作用 我要講的是說 重點是教育這個東西 它事實上真的可以從市場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市場化可以 用市場化這個概念比較多 涵蓋管理 就是校內的自我產業化 他們管理的部分 以及知識經濟的部分 所以我都要把它稱之為是一個市場化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如何正成 在市場中的教育產業 它有異論這件事 做得到嗎 所以我說 市場的意思 知識的偽商品性質 知識是這樣 我們買了一個手機 壞了 你就只能再買一個 它的消費 消費掉就沒有了 consuming消費 消費完就沒有了 那知識不是 它很奇怪 它越弄越多 越弄越豐富 對不對 我今天講這個概念 跟凱爾不一樣 討論一下 又豐富新的東西出來 教育是越用越多 越用越多 它很難 它跟一般的商品的概念 真的是不一樣 它不是消耗掉都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它不會 這個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商品 所以獲利這件事 異論這件事情 所以大學來說 它把自己當成是一個產業 當作一個公司 來看 看怎麼獲利呢 很麻煩 對不對 獲利這是什麼 如果今天有淫語 我譬如說 私信大學經營得不錯 那被董事會先拿走 一部分方面私人口袋之後 還有一些錢 那我就把它投注在 老師的私資的評論之上 那獲利這個概念 有什麼呢 就不見了 它不是企業 我今年獲利多少 所以這很難 很難用利潤的概念去解釋 所以它基本上不是一個商品 那如果 我們沒有辦法從獲利關 利潤關 來理解 就是一個產業而已 它只好 從 績效表現 來理解 從前端的生產 了解 大家懂這個概念 當它把自己當作是一個行業 一個產業的時候 它在利潤的計算上 它會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再投資就沒了嘛 而且永遠投資不完 最好一個老師對一個學生 對不對 永遠投資不完嘛 所以它沒有辦法建立一般的 在市場裡面的那種商品的 就是透過買賣商品 然後得到利潤那個概念 於是它就從前端的 績效表現 來作為它自我正常 它是一個產業的這個基準 於是它就用量化的各種表現 這樣子 於是Stay進來 我說新自由主義的重點 在國家扮演一個很特殊的角色 好 國家進來它建立了量化標準 好 過去的評鑑中心 現在的評鑑中心 評鑑中心 或者是評鑑協會 他們所幹的事情就是這樣 像每個大學裡面 硬起都會收到評鑑 什麼洗漢之類的 就是在幹這個事 只是準國家機構啦 教育部 補助他們 或者基地這樣 讓他們每天這樣幹 建立一定的評鑑制度出來 好 這是建立量化的指標 在國家角色 那當然它也解除管制 扶持特定的企業 解除管制 大家當然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的擴張 雖然是一個很連接的擴張 把原來的專科 或是技術體系 轉變成為科技大學這樣 那事實上它降低了很多的管制 譬如說延伸企業 現在也可以做了 原來以前 對國立大學 也就是不可以 就是把場地租給別人 那現在是可以 到處都租 那我們四星大學 就把唯一的體育館的 這個籃球場地 室內的 租給某個籃球隊來練習 去怎麼沒有蹲大球 那這賺點小錢 那很多野生企業就慢慢發展出來了 四星也有什麼 觀光旅遊中心內 你可以像戰軍 看這旅遊一樣 最後去抱你幹什麼 那開放陸生呢 一萬七的 這個 這個什麼 交換生 一萬七的交換生 三千六 裡面三千六 應該是這個 好 那納入經濟示範區 因為經濟示範區 基本上就是 把高樓交易當作 是一個服務業 來理解下的結果 那我說偷跑生意又是這樣 事實上 再沒有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 高樓交易在沒有納入之前 他就已經用他的行政命令再辦 這是第一個偷跑 是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 馮甲有一個 跟西班牙某學校合作的 一個學員 或是一個學員 忘記了 收費好像是六十萬 念不念 六十萬 台宣台灣現在 這個學期開始 應該是八所學校 十個學長 好 已經是 就是自由經濟示範區 已經是三十萬 就是教育資本 其他國會教育資本 直接進來了 就這樣啊 收取高學費 這是第一個偷跑 第二個偷跑是 上個禮拜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偷跑 就是進步二股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偷跑 接下來應該要把很多偷跑 那一輩子都在偷跑 是嗎 好 那另外就是 退場過程中的 我說介乎管制嘛 就是 Deregulation 退場過程中的市場 就是他要把一些 學校退場之後 他把它變成市場 變成董事會 這些市場 另外 複製特定的產業 有啦 看國家的角色這裡有多重要 集中資源 營造特定學校的競爭力 就這樣 讓他在世界排名變好 但是 免500億就這樣 據說明年就沒有了 但還是會想其他辦法出來 我相信 那 反正卓越啦 然後 什麼優越 卓越 這些詞 它隨時可以發明很多 這樣子 百大之類的 好 推向市場 用國家的力量 把大學推向市場 就是成大的法文化 成大法文化就這樣 他取消校內的 校務會議的最高權力機構 變成一個 自治治理的 一個委員會 這裡面 就明定 有推企業進入 就這樣 那後來被人家罵 他說沒有 我們就是改成社會公正人士 那像我應該也是社會公正人士 應該是不會被邀請 應該是邀請有錢的社會公正人士 改去企業 那後來這個東西 因為在成大裡面被訪對掉 被訪對掉 好 以講補助款 發進市場跟學術之間的距離 透過產權合作的教育部分 對不對 教育部規定是說 如果你學校可以跟外面申請到一個 一定金額的產權合作 它就相對的補助你 同意思齁 你要先去搞啊 搞出錢來 教育才補助你 就教育說 你們要搞出五萬塊的產權合作 我才補助你 所以老師就準備五萬塊 去跟外面產權合作一下 對不對 那產權合作完 教育部就會補助 這樣子齁 所以你是基本上 很多大學老師 帶請來上班 你們上班不是賺錢 沒有 我先帶錢來 這樣 福祉企業 解除管制 這個國家的教育 基本上是維持的 好 那我講的自我產業化 在高總教育市場上 裏面的自我產業化 奇效現象 這個就是 大家已經看到 就是我們現狀 我們現狀就是這樣 不幸 學術的產出 就是完全看你的 TSCICI 什麼I的 這樣子 那看你的產權 數量跟金額 我剛剛看了你講 台大現在變這樣 你說靠 其實今天一定要 弄到多少 這個計畫 然後靠計畫來 評比你們一個院的績效 對吧 招生能數 畢業生就業數 等等 那真的是非常麻煩 那用這個來 怎麼樣 看哪一個誰績效 2004年的時候 我回來教書 剛才我們在私事前在聊 第一天 上班第一天 就是所謂的 新進人員講席 那我們當時的校長 是某中燦 那這個 講席 沒放什麼 就放一張PPT PPT幹嘛呢 說 你是哪一鎖的 社發鎖 你們這個鎖的 TSCICI 現在比例太低 就這樣 講一個早上 全部講這件事就對了 然後我就刪欄了一下 我慘了 是呀 我怎麼會來這裡 青的股店不知道 不是 不是 好 那這是所謂的績效現象 就是校內的指標 那這校的績效指標 那校內的績效指標是指 平行校指標的自我繁殖 就是繁殖到 我剛剛講的就是校 譬如說校的評鑑 校無評鑑 這個是校內的評鑑 譬如說教師評鑑 這是針對教師的評鑑 好 教師評鑑只有教學研究所 那裡面訂的非常細 然後自我繁殖 那指標不斷繁殖 有些學校已經繁殖到200多項了 你到任何一個藍領的工廠去看 工作規則都不會超過100項 就只有在大學裡面 這是我們的工作規則 我們的勞動條件 對不對 超過200項的 非常多 每項都在記點 每個都在加分 就是這樣 每個人 特別是技術體系的 失項最為嚴重 那現年升等 要求你在一定的時間內 產出最多的產量 這樣子 所以這工作基本上是異化 你知道異化這個概念 對不對 就是工作 勞動這件事 變成跟你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你看到工作就想吐 對不對 然後你有辦法離開辦公室 你一定要趕快離開 像逃避瘟疫 登革樂一般的衝走 一下 趕快衝走 學生要來找你們先鎖著 不用按 沒有人 這不是我講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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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大師做病 他做研究的 不是碰著他 不是碰著他 你現在都在妥學生啊 真的是這樣啊 真的妥學生啊 為什麼 不妥他 不妥他 不行啊 你講他人生有問題 我沒興趣 我現在沒辦法升等啊 就不關你的這個人 真的 對不對 你這個是青春自己保護 現年升等 那各學校基本上都有現年升等 非常少數就要沒有 像華夏科技大學 就是因為工會在那邊成立分布 就把那現年升等幹掉 所以他們沒有現年升等 台大有 世紀有 那華夏因為工會的關係 然後幹掉 取消現年升等 大家開現鑰匙 好 想辦法在台大把他幹掉 所以大沒有把他幹掉 其實太恐怖了 好 一切都是成本考驗 就是這樣 你知道把自我產業化之後 所有的這些東西完全跑出來 彈性雇用 非常彈性 約聘教師 還有半年一聘 那一般大學是兩年一聘 那有些學校一年一聘 像我自己在的事情是一年一聘 那現在出現了大量的約聘 專案 對不對 專案就是說 我們去申請一個專案 就是市立國家付出一個專案的錢 然後用這個錢來請一個老師 那他做的事情跟我們一樣 跟專任老師一樣 但是他工作量相對很高 譬如說我們九個總統的責任終點 他們就十二個總統 十五個總統 然後還要負責去辦理研討會 或是幹部專案教師 或是大量使用接任教師 接任教師變得非常多 那教育勞動條件 增加責任終點 譬如說有些學校開始在挑戰他的責任終點 原來你固定要教九個學分 就調到十 調到十 調到十 那有的人用人實字 增加人實字就是說 譬如說我這一班有九十 學校規定這一班必須要有九十個人 才能算三個學分 三個總統 但是呢 如果你很不幸的學生來修只有六十個人 就是三分之二 就只有兩個學分 就是補習班的幹嘛 對不對 可能實字就是補習班的幹嘛 然後大班 我現在大班級越來越大 隨便都是大班制 我們原來世新的教室 有些是研究生教室 這學你去看 怎麼三間的研究生 譬如說做十個人 全部打通 變成可以做一百人的 真的 超誇張的 我有所做教室 怎麼講的 增加你的行政責任 特別是在清體系裡面 專任的老師都要去兼組長 他不是兼教室的處 這個教務長 不是喔 兼旗下的組長 兼旗下的組長 那大概是降低你的勞工條件 勞工條件變得很差 那降低人士的成本 就是透過評鑑考計 透過很多的方式 能夠把你的人士成本降低 你評鑑沒過去 你也不放任何獎金 是不是 現在有很多學校 沒有任何獎金 除非你績效好 績效好 就是你招生好 才學合作好 才有名獎金 這樣 基本上就是績效制 績效制 然後透過所謂的超的教師 這個是很誇張 升師比的概念是 教育會定一個最低標準 大家知道 就是你不能夠比這個更差了 這是最低的喔 然後很多學校就拿這個當作是最高標準 只要生師比這個好的 他就說你是超的 就把你解評 懂意思嗎 那比較好 就是我們本來32 然後能夠降到20 不是很好 沒有 你就超的 我把你解評掉 一直回歸到最低標準就對了 是這樣 我們好多學 好多這個 我們的會員 工會的會員都在抱怨這件事 透過限年升等 或是配額升等 限制升等 這三個不一樣 限年升等 一定期限制升等 對不對 那配額升等 是說 這個月只有那些人 今年歲月就可以升等 限制升等 是說 你除非幹過行政 不然你不能升等 很多種幹 通過個人附約 就是你的聘約是每一個人不一樣的 這有些很誇張的 非常誇張 那通過幫你們學生勞動者的勞保 跟勞退 就不幫你們家忙就對了 其實這個是勞走的納入勞進發的 但是 在大學體制裡面 不同的勞動者 老師 行政人員 然後跟現任的助理 就是學生 這三類的勞動者 邏輯上來說 是構成大學的知識傳遞 跟知識創新 不可或缺的勞動力 那我們過去之後 用最廉價的方式來使用 學生的勞動力 那現在把它恢復到正常 然後他就不願意了 對不對 就發明一道 師徒制 發明學習型助理 發明學習型助理 其實怪怪的 老實看不算 是這種 減薪扣薪 對 老師減薪扣薪 然後 儲秀費不發 聯合獎金不發 導師費不發 終點可以講義 好 另外他當然就是要 扣薪扣薪 扣薪 調掌學渣費 但我說現在國家還是在管制階段 他整個主要的用意是要去衝破它 所以每年越來越多學校 不斷要去提官 挑戰官 所以他是這個區域是在這裡 一定要衝破它 所以每個私立學校 他的年度 所有全台灣的大學校長年度 都會開一個大學校長會 每年講的都一樣 調掌學渣費 調掌學渣費 這樣 非常一致 比我們去抗議還一致 學校學校 每天都在講這件事 教育部說 我們也不說 我要不要讓你調 那我們就是建立一個調掌的機制 什麼鬼啊 就是要調 他就放 每年放一些 最後就會完全通過 研究生已經 原生本來就不在管制裡面了 所以如果你很不幸 在社信念研究所 那你如果念到第三年 還是會加一期 也希望你打開做 要不然他收太少 你要留在那用各種資源 他不開心 好 產學合作 做產學合作來從前 透過各種對外的募還 透過在此專門 這個很多啊 在此專班 學分班 業界部 工人員訓練班 眾生教育 都這樣搞出個事 現在得大學這好多喔 所以老師都晚上在上課啊 或是以前 台東 我原來在高雄上 台東我們去開一個什麼專班 然後老師就要到台東去上課 你知道嗎 他說 不然沒關係 你不要去沒關係 你可以視訊上課 一樣說人家學費啊 在此專班 刺激一個在此專班 都不是會學的 一個學分六千到七千塊啊 念完一個碩士 要花大概二三十萬 不好賺 然後還可以 這個中生學習 怎麼會變成跟這個 救國團的救國團一樣 還要幫他搭補琴的 也是啊 中生學習吧 真的很好講 那另外一個違反法律的事情 逼退老師 都是成本考量 他們現在完全都是以績效 等等 這方是在死 你看大學校長 這個 我碰出他一關緊說 沒有這個意思 只是算個塔塔彷彎 那整天想的就是這些 打字眼比您為CEO 非常驕傲 我是CEO 是我麻醉 怎麼 他已經不是公共的知識分子 這完全跟以前的概念困難 他不是公共的知識分子 他是CEO 而且還四口好罪 這是最恐怕的 就是麻痺到底行 好 那我們講一下他市場化的社會 這個 學術自由當然就是幾面消失 因為你必須要被限制在一定的期間內完成 你的特定的這些作品的數量 因此 你必須要選定 你最能夠發料的文章來發料 你不要去做太邊緣的 做太邊緣你就完蛋 對不對 誰會那麼傻啊 大家念到這個 博士 然後在大學當老師 每個人都精明的要死啊 我都覺得 這個很不錯 現在主流都在做這個 有沒有 主流現在在做社區營造 主流現在在做公民審議 我們都做公民審議 公民審議 現在就不是主流 所以很多啊 就是你學術標準 會越來越有趨近主流 越邊緣的人就越被排擠掉 所以邊緣的知識會消失 那知識最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來自於他的不政府性 或是來自於他的邊緣性 真正知識創新通常是來自於這些 搞些稀稀古怪的東西 沒有人認同你 然後就去衝撞原來既有的知識體系 那是最好的 但是我們現在把這個都扼殺 集中在最主流的東西裡面 那這都是市場的結果 我們就會往這邊去集中啊 對不對 譬如說我想寫一部書 我想這個差不多要花15年 不要等15年 第5年我就被幹掉了 所以我當然說 現在大家在做什麼 我來做一下 這是應該是最好的 異化勞動 要鼓勵在地的社會參與 對不對 社會參與你不會加分啊 你在評鑑制度裡面 完全沒有加分的作用啊 對不對 比如說要來折五個演講 不會加分 不會 那你還罵學校還迫快效率 根據世心的聘約 所以如果有效率是被解決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講說 純學術性 好 不鼓勵在地的社會參與 這個對大學老師來說是非常嚴重 在80年代 有一股 曾經曾經 有那麼一段時間 是大家對社會參與 是非常積極的 那現在越來越限縮 那找一些人朋友說 欸 出來啊 要遊行一下 不行 我在寫文章 我今年要升了 真的不行啊 跟我升等完啊 這樣 跟你升等完 對不對 跟你升等完 服貌都過了 那來不及也沒辦法 就是這樣 事實就是如此 跟你升等完 就是台灣都不知道變哪裡去的 好 那 當然我不是說一個老師能夠怎麼樣 那那社會參與的程度真的是降低的 非常非常 那 這邊呢 一個副政府 真的是這樣 叫老師出來幹什麼事 真的沒辦法 連學生都躲了 你要叫他怎樣 勞動權益 那是越來越糟糕 缺乏勞動保障 這是特別在實校的老師 兼任老師 這個 還有不管公益 私利的 這一個 學生勞動者 他勞動保障非常長 大量去壓榨這些 最近我們調查 大概有三層的兼任助理 不管是哪一個科的 理工科的差不多 大概三層 會做老師個人私人的事情 就是勞動壓榨 你知道嗎 勞動壓榨 那 去幫他的女兒送便當 幫他養肚子 嬌瓜 繳帳單 買便當 我說你買便當好 有時候你幫我買 有個地方我幫你買就可以 但是人家都說 繳帳單是誰誰 我幫忙搬家 茶油漆 什麼都有啊 這就是學生部分 動心到解聘能不能處罰 非常多 教老師折磨掉死 過老現象 剛才我們有講 我們的確是常遇到很多老師 上次我們辦那個活動 一來的那個 竟然有四、五個都是來的 事實上都要壓力 是很可怕 那差不多 2003、2004年 那時候還是到現在累積下來的 難度過了 謝謝 那受教學的一縮屬 重研究清教學 其實重研究這個也是一個 也不是真的啦 重主流研究發表 這樣的一個研究 那清教學剛講的 學生要懂一下 學長會升高 藉口音樂配 大家知道 知識狹隘 越來越去向市場 缺乏意義 從技術化 從技術化的狀態 越來越比起 我現在什麼都要講應用 什麼都要講採學 對不對 哲學 這個 中教系 要過子 採學合作呢 大家都會當道士嗎 哈哈哈哈 採學合作 採學合作 大家會當道士 是不是 對不對 很扯啊 有一個中文系的 桃園 一個 桃園創新基督學 他要採學合作 我們拿出來看 中文系 他什麼採學合作 很困難 所以他跟牙科醫生合作 研究分析 在那個便利表上的 牙齒的 羞恥 哈哈哈哈 很浪費啊 對啊 真的 我可以幫他一次對嗎 好 所以說 我卻沒有自私信偉 最恐怖 正常恐怖 行政肥大師 就是這樣恐怖的事情 那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曾經 有過一段時間 是對於 校內民主的追求 對不對 教授自校 然後學生參與 校務 大學自私的追求 在市場化狀態 這個也被減掉 也被減掉 他被縮減了 所以變成是管理層的位置 管理層的權力越來越大 他以管理之名 事實上獲得了高度的權力 教室的階級之名 越來越嚴重 我記得以前還沒那麼誇張 現在助理教授跟小嬉兒是一樣 進去是要看人家臉色幹什麼的 什麼話也不敢講 什麼次也不敢做 希望趕快升上副教授 你們知道我看還有你幾呢 教授還在那 然後階級之別 你只要能夠當上行政 你的群力就非常大 因為他可以掌握教室的評鑑 那校方以大學之志為民 控制了學校 但是這並不是真正的大學之志 是一個市場化過程裡面 這種管理主義蜂巢之下 他權力其中的大學之志 所以他拒絕外面任何力量 外力的干預 他以大學的思維 譬如說 學生勞動者應該要受到國家的保障 如同所有全台灣其他的勞動者 一般受到保障 居民老闆打工 要教導導導導 是部分公司沒有做 我在學校打工 就可以不用教導導導導 就要學習行駐 對不對 然後你說不行一定要 他說他要申請試憲政大校子 說要申請試憲 說我們這個是大學之志 勞動檢查不能進來 開始玩笑嗎 他在裡面殺人 算了 那個視線是一定失敗的啦 但是我想說讓他搞不好看 我們先不要罵他 讓他搞不好看 我們在校 校方以大學生命的控制 他拒絕任何東西的進入 拒絕 他是拒絕UNION 拒絕工會進入校園 這我自己青春經驗 在大學被打過好多次 拒絕工會進入校園 然後國家的退休官員 特別是教育部退休官員 赤手合 因為他跟國家的教育部關係很好 他這事情比較更多 所以就稱之為惡村教授 他就到各處去當院長 然後當副校長 這樣子 所以我們工會非常討厭 那私校的董事開始不受解釋 完全不受解釋 這弊案非常多 我們昨天在開一個記者會 罵世青大學 說他把這個 杜生的宿舍賺了錢 放進私人的口袋 他家族去買那個 買他的地 也把他宿舍 然後租給宿舍 那杜生的宿舍費 就轉變成他家賺對不對 其實學校向他吃家人乘租 大家瞭解嗎 向他乘租 然後再租給杜生 那不是就賺到他家去了嗎 轉一手 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收到他們的回應 校長的回應說 那種很巧合 剛好就那三間非常滿座 是巧合啦 買的時候 就是住的 就是並不知道 學校跟他們撐住的時候 並不知道 對不對 這樣鬼話也可以講 但是他還有一個漏洞 就是說他買的時間是 陸生已經來了 那買的時間是去年的五月到八月 那陸生已經來好幾年了 懂意思嗎 但是知道這不是有賺土才來買的 好 我們說整體的學工是功利主義下 變得非常有俗 真的很有俗 那科系隨著市場都搭走 所以人物科系會被消滅掉是可見的 所以我們世心者在放話說 你們性別所生 設法所要併在一起 那最後再併到世心系 這樣我們就 就消滅 就被消滅 然後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那 因為我們的績效永遠都是最差的 這人文科系的績效永遠一定是最差的 因為我們就是不信他那一套 對不對 那也就很慘 就隨著科系打算 原來化學系 喔 變應用化學系 因為化學系再變成化妝品學系 哈哈哈哈 大家了解這個意思 可能不是這樣嗎 那科系大友去看 你說 欸老師你學什麼 怎麼會教他這個化妝品學系呢 說沒有啦 我是化學畢業的 我以前叫化學系 哈哈哈哈 所以科系打算 現在市場大家覺得有鑽頭 就要市場 市場覺得有鑽頭 力量就會貫穿到教育體系裡面 要教育體系生產出那樣的能力 但是大家知道嗎 台灣的經濟體系是在全球的經濟架構裡面 屬於中層的位置 稱之為半年層 對不對 就是都大家接外包的 不管你是ODM 上面都有個老大 對不對 所以市場不是我們掌握啊 市場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我們就是命定在這個教育裡面 這沒辦法 所以 中心國家 核心國家 他決定了他要生產什麼 我們才有什麼 所以我們跟市場連在一起 是自尋死 這是必死啊 你跟市場越接近你越死 因為他今天把東西外包到東南洋 你就死 不是你決定的 這是我們台灣的經濟結構 在世界市場裡面的位置 實物質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整天在講說 市場在一起 市場在一起 你在自殺嘛 完全是在自殺 我不是說 高總教員不應該 跟市場在一起 我是說 像他們這樣的幹法是自殺 因為你必須搞懂 我們在世界體系裡面的位置 才可以談說 我們怎麼跟市場 弄在一起 或不弄在一起 這前提要先搞清楚 那對方市場的話 有很多的論述 我們做了很多運動 所使用的論述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公會 這個報告的基本上 不是屬於屬性的 是屬於屬性的 所以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只要能夠反對市場化的論述 我們就用它 我們就用它 當我們自己明白 它有一些矛盾 不理智 且不周嚴的地方 然後 譬如說權力論述 主要是拿來討論 兩公約 以前兩公約的話 受教學要平衡 教育要公共發大 教育到各個公共的政策 這個權力論述就會被動員 來使用 在我們在討論 教育商品化 這個問題上 去學略那個高中 不用用權力論主來動員 人文論述 特別是主要是 譬如通識教育中心 它發展出來的 有關於社會人文的公民教育 國雅教育 用來反對市場化的某種 庸屬性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非常好 非常有力 非常有力 很多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的老師 他們都會很支持我 真的 這是公課的做法 因為我們在對方市場 那種庸屬的現象 他們也敢同身受 然後覺得知識已經失去了空間 這個東西 他們同身受 批判論述在台灣比較少 就是講批判教育學 教育作為如何做一種人的解放 另類教育的可能性 以及在教育的內部 就是我們在 這個教育這個體系裡面 如何去除 多層的壓迫 比如說性別的階級 或種族的壓迫關係 這主要是 美國 中南美洲 批判教育學生 中南美洲 起源於中南美洲 受壓迫的教育學生 在美國發揚廣大批判教育學生 在台灣變質成為 專門用來升等的批判教育學生 很多教育學者都是 唸一些批判教育學生 從來沒有幹過什麼事 誰想說批判教育學生 那左翼論述 勞動權力 勞動權 左翼論述的一環 然後討論勞動權一個意識形態的關係 譬如說我剛剛討論到 市場化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如果去顛覆掉它 是因為在左翼的論述裡面 認為大學教育是 跟左翼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基地 這句話大概有三四個字 沒有關係 差 基本上就是 阿杜舌的概念 對吧 阿杜舌的概念 講這個意識形態 再生字 我們怎麼去顛覆它 左翼的 好 反正這些論述 某個意義上 只要能夠對抗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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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市場化的政策主張 其實就是比較恐怕 我剛剛講的 教育或是知識 knowledge 這件事情 太貼近市場 對兩兆雙方都不好 真的不好 要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所以我們現在盲目的鼓勵 會造成一個結果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發展 這個晶片 全部都要來電子系 電子鎖 哪一天台灣不帶代工晶片的 這些畢業的人全部都沒有工作 你知道意思嗎 台灣的產業結果變得很快 那是過去的距離 所以很多人在討論說 我們的教育應該 要以小國的方式來理解它 把它當作是國家競爭力 自我競爭力的一個來源 這是發展理論裡面 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把國家當作是一個工具 當作是一個經濟發展特殊的工具 這樣子 另外也是講 台南社會正義 我們希望是低學政策 失效退廠要退工 效務一定要消退社會特質 像勞動保障 比如說建立穩定的僱傭 不要到助理教授進來 副教授 教授 沒幾年就給你倒個評鑑 幹什麼東西呢 對不對 把人當怎樣 你說那你沒做是不是 抓到他很開心 幹嘛這樣 那老師心裡會不平 他就去抓學生 哦 被我抓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設的是他超學生 完全是超一種心態 哈哈哈哈 建立穩定的慕用靈異 這個知識的生產這件事 就是要讓他有創意去做 學術自由 就是跟老闆保障相關的在一起 這些細所平鑑 教授平鑑 要去除由上或下的那種方式 把它電倒過來 讓這個innovation 評鑑這件事 變成是真正能夠幫助老闆 自我成長 這個我們也有一些想法 德學人士也比較想法 反對現年生呢 德學人士也比較想法 參與支持 教授員生要用參與奉勢 參與在校園裡面 完成過去對於威權抵抗的一序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管理主義 加上過去還沒完全徹底消滅的威權主義 合在一起 才會出現像師大要跪著 那一種瘋狂 看我們那個瘋狂 瘋狂的狀況 基本跪就要出 這是我們台灣的一般理主 除非你是在商禮 不然誰會下跪 真的是這樣 好 然後這個 去除行政管理的威權通常 教授員生要參與奉勢 那在公立學校相對的 就是在校圍這個事情 在私校就必須要上升到一棟 社會 這是我們的看法 好 那當然因為是公會嘛 團結真有力 導演學團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各位 我們 講的那個 那個 桂梨 很像商禮 其實 那個還有之前 然後之前是還洗腳 就感覺看起來更精緻 很像是在洗腳 那 那 發亮感非常的風趣幽默 實際上這些東西的背後其實都是你去想一個問題 是多少人的這種血淚、掙扎、身心交戰的那種一些歷程 舉經跟簡單言例 很快的2006年開始的限期升等 很快就會有一批人被送上斷頭台 所以各位同學如果拿來可以發現你們老師突然正確就不見了 我覺得是稍微是關心一下可能面臨人生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挑戰打擊 好我們現在就開放給現場各位朋友提問或者是分享 那因為人數非常多所以每位請盡量濃縮在兩三分鐘之內盡量剪斷 讓更多的朋友可以來發言 好現在就現場開放 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然後這邊一位有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就先 有這裡 有這裡 這裡有一位 那兩位就先講一個問題好了 來請 你好就是 剛剛講到那個大學商品的話 那我想到之前 陳大在要退房的話的時候 他們其實有舉個例子說 比如說他們會取哈佛大學 所以說他們也是一個就是 他們也是 什麼這種 就是把大學變成一個公司這樣 那他們很成功啦 所以他們可以我們也可以 那我想問的是說 就是 這真的 真的有這麼糟糕嗎 迫取他 就是如果他 如果說哈佛可以的話 那在台灣 如果認為說不行 那差異在哪邊 為什麼 他們可以 但是在台灣不適合 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剛剛講到說 限期升等 那我想到之前在成大的時候 實際上有個教授 就是他很 他很重教學 他不太重研究 所以搞到後來就是 他就是也沒有計畫 所以最後就 就拜拜了 就離開了 那我想說 其實剛剛講這麼多問題 背後的可能根本原因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啦 有點像是 就是大陸要念大學 可是資源就這麼多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 是我們其實不需要 讓那麼多人念大學 我們把補助在學費的那些資金 讓大學可以做更靈魂運用 比如說他可以 有更充裕的金額 可以去買更多儀器 或是買更多論文的版權 或是聘請更多的教授 那如果念大學人不多 那那些補助的錢 讓大學可以更靈魂運用 那麼其實 研究的品質 或許就可以提高 或許可以降低那些私資比 那如果我們要像德國那樣子 就是完備的機制體系的話 就是會不會 就是 這是一個體制的方法 所以我想問看兩位 就是對 就是 大念大學這個事情 會不會才是造成這個現象 比較的根本 好 謝謝兩位老師 非常精采的演講 我是從香港來的 香港的經驗可能比台灣更嚴重得多 我叫做保松 香港的大學 但我先不談香港的經驗 我想 從這個報告裡面 提出一些 問題來 讓大家一起思考 兩位老師的報告 好像都集中在這個 教育市場化的 心智和主義 好像給大家一個感覺就是說 其實問題的根源 是在私立化、市場化 所以 解決的方法就是 去市場化 那去市場化的 去市場化的出入是什麼呢 就這樣 教育的所有的權力交給國家 但這個是不是 我想問 第一個 大家思考的是 這個是不是 解決問題的 一個出入 或者說 唯一的出入 我們可以想像 有幾個反例 比如在美國 美國很多最好的大學 其實不是私立大學 為什麼他們的私立大學 可以發展還那麼好 比如在49年以前的中國 有很多私立的教會大學 今天在台灣很多的私立大學 是49年以前都在大陸 而且當時是辦得非常的好 他們都不是國立的 都是教會辦的學校 而且辦得很好 OK 這個是第二個例子 我想 第一就是大家想像一下 但是說 是不是好像 問題都是在市場化 所以 去市場化的問題 就可以解決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是 為什麼市場化 為什麼這個 所謂的新色主義 能夠 拿到那麼大的 這個震盪性 在整個全球的 這個交易裡面 不僅是台灣啊 為什麼會能夠 達到那麼大的 就是 這個製程師 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問題不在於 他是 我想賺點 不僅僅是他想賺錢 就是 將大學變成一個產業 也不僅僅是 政府要將這個責任 推給市場 推給市場 然後政府不想 承擔那個責任 我想 可能有這個理由 但最主要都是這個理由 我想要兩個很重要的考慮 背後有兩個很重要的假設 第一個假設 當然就是說 在這個市場化的 新色主義的想法裡面 它是在教育本身 怎麼看待教育本身 它是種什麼樣的 一種物質 我想在市場化裡面 當然教育是一種商品 就是說 它是一種商品 所以呢 大家做教育本身 就是一個investment 就是一個投資 所以投資的話 當然你就要回報 所以 這個是第一點 就是我們怎麼看待教育 第二個 我覺得我更重要的是 他們相信 教育 教育跟其他的 市場的行業 沒有 以身所得分別 沒有根本的分別 就是說 這樣市場化以後呢 教育能夠變得更有效率 教育的研究的水平 能夠變得更高 然後我們的管理 變得更有效率 這個成本 這個效益的成本 能夠做得更好 我想說 必要是有 這個一種的 對教育的想法 所以要回應市場化的話 我們要 其實要 要回到這一點 就是說 第一就是 從這個 道理教育 是不是一種商品 OK 我對不起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最後 不好意思 第三個層次的問題 所謂市場化 會有 可能會帶來什麼 後果 剛才仁華老師 都講了很多 我其中三個環境來想 第一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市場化的照 之後會打 這所謂的機會不平等 就是說 如果我們想像市場 市場的邏輯就是 優勝利利敗 誰有錢 誰能夠接受好的教育 所以那些出生 在底下階層的 孩子 學生 他會受到這個機會不平等 這個是第一個 對市場化的一個 批判 第二個就是 大家可能讀過 Mako Sandell 最近有本書叫 What Money Can't Buy 或者 在前一段 Mako Wars有本書叫 Speed of Justice 他談的就是說 其實 教育跟商品 是有本質上的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將 教育當成商品來對待的話 就扭曲了教育的本質 所以將 教育的領域本身 它的內在邏輯 就跟 其他的商品的邏輯 是不一樣 性質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將它變成 你將它變成 市場那樣 他們就去看待的話 就會扭曲它 本身內在的關係 比如剛才老師所講的 那種 師生關係 就是 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不是商品的關係 或者說 生產知識的邏輯 跟市場的邏輯 可能不一樣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要講清楚 就是怎麼樣去 將教育的本質 或者教育的Nature 跟所謂 市場裡面其他商品 有沒有什麼根本的分別 現在 整個主流 不覺得是沒有分別 所以他們才覺得 只要 將它變成一個 Market的話 透過用 Sunday Bipop競爭 就會出來好的教育 國際排名就會高 這個是第二條 我覺得很重要的 第三條 我覺得 在香港感受 特別深刻的 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市場 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市場 教育是變成 Global Market 然後Global Market 裡面的規則 就是Wanking 就是Global Wanking 所以現在其實 尤其是東亞 或其他 不是英美國家的學校 你現在我們那麼重視 SSCI 重視全球的排名 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這樣 整個全球的大學 是放在一個 全球的市場裡面 來看待 所以你肯定你的價值 最重要的標準 就是看你這個 國際排名 我不知道台灣的情況 怎麼樣 香港基本上整個 教育政策 都是用這個 國際排名 來肯定市場 辦決的價值 那這個 其中很重 很嚴重的後果 就看到 我覺得是叫 邪俗集民法 邪俗集民計法 就是說 因為那個邪俗的標準 邪俗的標準 是英美在界定 所以你看大家 他越來越不重視 比如在香港 中文的邪俗集團 是不承認的 就是說 無論你寫得多精彩 只要你中文寫就不承認 為什麼 就是他 因為他覺得這個 本身是構成這個 Google Market裡面 有競爭 可以承認的 所以結果就是 標準是由 英美的主流來界定 然後 其實那是 國際 評鑑的機構 也是有這個目的在後面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變成 我們這些 比如台灣 或者說 香港 包括現在大陸也是 就是你是為 OK 就是你是為了 那個所謂的 國際學術的 所謂的 標準來服務 結果你會 所以 邊緣化 你自己整個 社群的自主性 我覺得這個 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好 謝謝 謝謝 先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我先 很快的 講一下 剛剛提到一個 神大法文化的問題 談到說 譬如說 在美國 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學校 是私立大學的 這樣子 那我們可能要分辨一下 體系上的部分 我們剛才有報告的部分是 台灣是七成的 學生是在私立大學裡面 公立大學 大概還不到三成 那在美國呢 他的州立的學校 有很多是公立的 然後這個 剛好顛倒 他的私立大學 相對是少的 所以他有一個 普遍由國家支撐的 公立大學的體系 這是一個 所以 我們現在不能往顛倒來說 你現在在把 成大 或是我們現在既有的 公共的教育 有過要抑注的這些經費 這些學校 這樣它變成失控 會更嚴重的 把這個公私立的差距 再變成 對 就是說 它從我們涵蓋的學生的 這個差距 越變越大 所以它跟美國 體系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喜歡 拿美國來比較 這是第一個 基本上的不同 第二個基本上的不同 是 美國是可以吸收 全世界的人產跟資本 的地方 台灣不是 台灣這經濟規模就不是 這是為什麼 王建民 要跑到美國 去打大聯盟的原因嗎 對不對 我就真的沒辦法 因為它 資本就集中在那裡 人才集中在那裡 所以它有高度的 私人資本的挹注 成立這個私立學校 能夠在非常高的 這個經費 教育經費在上面 這種我們這種小國 想要效仿美國那種方式 還是一條失路 這就是一樣嘛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看像我們的 師棒 都還要靠 這個國家 讓他們怎麼不要打 免當兵役 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透過Subsign 國家的囤貼 小國永遠是只能這樣 但是很奇怪 小國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是小國 一直要往美國 去看我們 要往美國的方式去走 這是知識上 意識形態上 路數上的殖民 這個在發達理論 也是這麼說的 很多中南美洲國家 也認為它可以跟美國 一樣 是它不知道它的經濟規模 跟它經濟的同耐 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要顛倒 要看你在地的實務狀況 才能去談我們要如何 比赴美國 我們要比赴不是美國 我們要比赴的是 譬如說西歐的小國家 它國家被教育經費 支出有多高 它公司力的比例是什麼 這才是比較準確 當然 另外一個問題 這比較理文性的問題 就是說 去市場化 結果就是 國家化嗎 不見得 去市場化結果 其實它有另外一條 出入公共化 那概念上的國家化不一樣 國化講的比較是 由國家能夠控制的 這個概念 包括學術上的發展方向 公共化講的是 它是 對公共開放的 這個概念 不太一樣 雖然國家必然是 共共化裡面的一個節點 或一個工具 這樣 所以 另外一個是說 新自由主義為何勝利 跟這個教育的角色 這個很有意思 新自由主義還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 新自由主義 資本是向著國家掠國 這很奇怪 一種說法是這樣 它向著國家掠國 譬如說 國以企業把它變成私有化 這件事 它是向國家掠國去的 它不是說一般在私部門的 市場裡面的 這種 脫削方式 向國家掠讀的方式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國家 是最吃新自由主義這一套 你知道嗎 新自由主義這一套 誰最買帳呢 資本家不一定完全買帳 可是國家最買帳 就是Stay最買帳 所以做這種官員 整天講都是這一套 所以 譬如說 勞動的彈性化 是新自由主義 沒有重要的現象 勞動的彈性化 最清楚的一個徵兆 就是它大量使用派遣 派遣哪裡使用最多的 就是公固 約蘋果拿來用最多的就是公固 所以它是接受那套意識形態 這樣 它要把這個意識形態變成真 把它具體化 這樣 我說這個是新自由 向著國家方向前進的 發動的一個 一個攻擊 一個攻擊 國家失敗了 傳統那種福利國家 那種思維失敗 在西方之中 西方之中 那我們從來沒抵抗過 看他們就失敗了 剛剛你提到的教育 跟商品 本質上不要 不要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不同 真的是不同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我同時也反對 在很激進的意義上 反對 智慧可以變成 所以智慧可以變成一種產權 那種概念 需要被重新檢討 另外 你提到的那種知識的殖民 的確是如此 的確是如此 很多人留學 歐洲的學者 他在這個 這個體系裡面 失去了聲音 他被噤聲一樣 mute 啞巴 因為他沒有辦法 在主流 那個位置上 發出聲音來 那這個知識上 更不用說 台灣 長期就是受到美國 主流知識界的影響 他幾乎沒有任何抵抗 你知道 從歐洲回來 怎麼這樣 我現在都開始寫英文就行了 完蛋了 就在唸第二外國語 完全是知識上的知念 那你所有的概念 都要調整 所以你每次遇到 德國的法國回來的學者 他們都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所有的概念 都要重新再弄一遍 去調整 變成是 美國 英語世界的那個 那個概念這樣 所以 最細的程式上 概念上 都是要經過調整 更何況 他在整個 排比或區域架構上 是被變變化的 所以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那 這個 台灣也許 應該跟下崗的 這個 老師們有一些 具體的交流 我覺得這種對抗 應該要有很多 既然他都已經跨國了嘛 那我們還在自己地方弄也 沒什麼意思 好 我也回應一下 就是 其實我也是覺得是說 第一個是說 哈佛的這種美國體制 跟台灣的體制 很多是覺得 很多官員 或是一些名嘴喜歡說 直接把他 完全 沒有完全就是 直接很跳扣 麥落實 然後比較說 我們為什麼我們想 沒有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其實是完全忽略的 是各自有不同的發展 跟需求 台灣的大學需要怎麼樣的樣子 我們的位置跟我們 目前對大學知識的需求 可能其實完全是不 我認為是完全跟美國的方向 是不太一樣的 它需要更多的是 在地的一些 就是說那個知識其實不是說 要走向說是全世界最頂峰 是說那個知識是要怎麼樣去回饋到這個在地社會 我覺得這是要去想念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需要是整個社會去辯論 去讓我們去討論說 到底我們需要怎麼樣的到底教育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連結到 剛剛那個低位組的第二個講 就是說 那資料有不足怎麼辦 那現在看 因為我剛剛報告的結果很簡單 就是說大家 大家有點是說 每個人吃少少的餅 然後這樣子均分 均分分得很少 那是不是就要把大學生 把大學生砍掉一部分這樣子 我會覺得是說 這個問題會很棘手 因為在於說 其實我當初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常常也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我們就把砍掉學帶 砍掉獎柱 那讓大學生的數量減少 資料就可以成就 那同樣的 這幾個還是要回應到說 我們這個社會上 我們怎麼期待我們的大學生 跟我們希望我們能培養多少的大學生 可是這個價值 這個價值的問題是在於說 回到 甚至剛剛跟各位同學講說 那是不是我們要去投資 技職教育 老實說 我覺得這些東西可以去排去 因為 怎麼講 當時過去我們 我們在教改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剛剛講 廣社高中大學 我們確實在一部分的 價值上 我們忽略的技職真正存在 因為整個社會的期待會認為說 大學是最高等級的教育 好 那所以說大家在 就一窩蜂去追大學 那 品質不好 大學也追 那現在的情況是說 整個社會已經瀰漫了 所有六七成的學生 都要念大學的情況下 你要把它往後退 似乎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 就是說 大學的學歷已經變成基本款了 那你現在要他再回來 把它立下回來 說回到以前的 少少大學的量 我覺得這個方向已經不太可行了 那我們只能去想是說 在這個 這麼稀釋的大學資源 跟大學生 跟這麼大量大學生 我們要去把 這六七成的大學生 它的價值可以把它多元化 不再是生活的單一市場化 同時說 他們能獲得資源的是更多更多 因為 這畢竟是當初 二十年前走的一條路 那我們選擇的是放棄地質 往大學這個方向走 當然現在這幾年 有在回到技職路上 一直在喊 不過我覺得 那個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那既有是說 我們現在這麼多大學生 我們怎麼樣讓這些大學生 學得更好 真的能發揮大學力 大學性的成功 好 那剛剛那個 周寶洪 那個教授 他有問到說 那個反市場化的手段 那是不是就要回到國家 我的看法會說 不只是公公化 而且是公會化 就是他 就是我們要去 透過建立公會 像高校公共會 或台大公會 那或者是說 透過建立更強的 學術自治團體的方式 來抵抗這個 市場的侵� 這樣子 這樣子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反市場化的手段 有很多種 但是他福利點 就要回到過去的 國家威權體制 他還可以有 第三條的 社會的路線 道路可以走 那 有關那個 新自由主義 對教育有值的 那個 考慮 我覺得這個 我是蠻同意就是說 這確實牽涉到說 這也是牽涉到說 我們到底想去看待 教育這件事情 那他是一個就是說 只是為了去服務經濟 快速培養出人力的 生產線的 這樣的話就會是用 服務的方式來看待 就是說 你需要什麼 我需要 人家需要什麼工作 你就來我這邊 學 然後我馬上就可以 給你兩年保證一個學位 讓你馬上出去工作 那這就是一種 可能是服務經濟式的 教育服務 那也許 教育我們還期待 有更多不同的 想像的時候 那他當然就是需要 畫出一個新的 新的防火牆 或是什麼之類的 讓他把某種教育的成分 還是保留住 我們不再是那麼的 商品化的東西 那剛剛最後一個就是 國際教育市場的問題 跟排名的問題 我覺得就回到一開始講 我們到底需要一個 怎麼樣的高等教育 我們是要完全的跟著 國際化的排名來走 還是我們要去回歸去思考說 這個高等教育可以回饋 會在地社會什麼東西 畢竟我們 撒了這麼多氣在高等教育上 結果最後只是 發了一堆 paper 對社會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這樣為什麼要支出 這樣高等教育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都是還需要再進一步的 其實我覺得已經到了 是該辯論反應的程度了 因為二十年來都是這樣走 我們喊的百年百大百大 然後每年都在豐富說 我們在times 各大學排名多少 那大學到底回到 回饋社會的什麼東西 其實很少人在想這個問題 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接受一輪三個提問 然後盡量剪短 我們目前就這邊一位 然後這邊一位 按照上去 大吉祥醫師師 就是一萬元化所整的理 剛剛聽到了這個論述影片 讓我感到很納悶 我這樣也理解不到對不對 台灣的教育 是等於台灣高齡教育 那這個教育的目的是 高齡高年齡的教育 那我相信說 在探討這個 教育的成果這件事情 所有在台灣這個土地上的教育 被教育出來的 是不強彈呢 還是高射炮呢 還是灰彈 如果說 站在這個觀點來看 目前的教育現況的話 如果說還要在 依靠 dependent 在這個中華民國的教育體制的話 那 不只是更糟的問題 如果說 連 施工 就是 教師 功能化 都是在訓練 專門在養小鬼 要 對 在地的 在剝奪 那這個教育是沒有希望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教育的論述 有沒有辦法 讓受過這個教育體制出來的人 能夠走出台灣去 掠奪世界的經濟 回來台灣 如果沒有這個能力 這些 事情都會變成小鬼 我這樣認知的小鬼 那 對 我想 談一下剛剛那個 第一次發言的那位 紅色藝術同學的問題 他有 談一下市場方的問題 那 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先過底下先講 你曾經有一個 一個太太這樣問我,我自己也是大畢業的 一個太太問我說,那你們這些受高等教員 國家拿一堆錢給你們去學東西 那你們畢業之後,你們給社會幹什麼事情 為什麼國家要整天花很多錢在你身上 其他人都進不去 我是跟他說這是國家的問題 我是真的聽到這句話,我真的覺得非常愧疚 但是老實我也沒有必要愧疚 因為這個搞出這個事情不是我 那位同學就是他有在講說 就是說好,那我自己認為做到教育 那當然你從學到語文能力,你的論述能力之類的 相對來說在你的社會的你的生存能力 的確是比較好的 但是那個,所以說這是一個商品 那我們沒有理由說就是 既然教育是一個利益的話 那會憑什麼的說那只有少部分人得到這些資源這樣 那他卻沒有把所謂的資源互換給社會 那我認為就是,所以我認為說 所以我認為說 學,說受過高等教員 甚至說所謂的知識分子或學者 那得到這些利益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有一個體制說可以好好的去回復社會 然後不是說殘留在我們身上 那假如說我們棒得到的話 那要說又縮限個名 縮限大學名額給少部分人士 那這樣感覺像是國學其他的人 那其他人都只能可能去念 市里大學或甚至沒有書念 那我實在覺得不合理 那再來回歸就是所謂的利益問題 那我覺得說 在這個市場化議題來講 我覺得有點像是所有的 博物館該不該組在一起 像博物館之類的確對民眾是有需要的 或是讀書館 但是它不是一個賺錢的東西 而是它有保留的必要 那我認為很多文科 像是國英文還有咋一咋八題 那是這個哲學 哲學當然你知道 非常重要 或是公民醫師都非常重要 那 但是如果說有些關於 就是 優光國家生技的 可能像老闆說 有些理工科的事情 有些理工科的科系 那我認為其實 在有必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商量 我認為它有 必要替全民服務的這樣 那 就是 所以 所以我就說 如果說要全民替改市場化 那 想做的是 就是 完全是一個學術自主嗎 還是說 我們應該還是要多少 就是 比如說讓學者自己選擇 跟某些的 廠商合作 甚至 書面指責說 國家企業的走向 已經出現失敗問題 要比說 很明顯我們的電機產業 正在甩敗 那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 學者應該出來一起 來 改變這瓶頓的企業手下 謝謝 那 最後一個問題 這問題 謝謝下方 兩位好 因為時間很難所及 間大覆盈 問題就好 我想問的就是 關於學術評鑑的部分 因為剛才也提到很多的學術出作 其實因為 受信你現在的評鑑方式 產生了很多問題 那兩位在心裡面 有沒有一個 比較好的 一種新的評鑑方式 還是說把現在的評鑑 把它拿掉出好了 就是我們都不要理解 謝謝 剛剛有一些問題 我可能 不是很了解 但 會有一些誤讀 然後我就 誤 誤打誤撞 回答看看 就是說 社會上 經常會有一種說法 說 你差一點點 那是說什麼 大家說在立法院 這樣 不會是這種 到底 國家發出國檢養 你們這些 你們是非 之類的 像我們今天 歷史系 大概已經 麻痺了 老早就麻痺了 麻痺二十幾年了 再重新 問幾個問題 這番回答 那 我主要想要回答是說 這十幾年來 社會上的確有一種聲音 一個普遍的聲音 認為我們培養出來的大學生 品質很差 所以 大概那一種說法 是反映了這樣的一種 社會集體的 觀點 所以我們反映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聽了非常多 所以就是說 那些什麼大學校 關一關算的啦 大概差不多都是這種 背後一種想法的結果 那 那 剛剛凱海的報告有講 那個生殖比的問題 對不對 那事實上 正是因為我們公共投資的減少 讓私人比例的 就是私人比例的那個 經費的益住越來越多 導致我們的這個 生殖比的狀況在惡化 其實我們生殖比 是在惡化當中的 從90年代到現在 是持續惡化的 所以換句話說 是因為這個結構上的現象 公共益住太少 依賴師父們越多的 這一個現象 使得我們的教育品質在下降 這個我是承認的 我是承認的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事實上出現那樣的一種生殖比 所以它並不是針對你而來的 它是一個普遍的觀點而已 那我覺得要回答這個普遍的觀點 其實相對是容易的 就是說 那你就是不投資嘛 就是沒有錢進來 這當然品質就一直下降嘛 我一個人要對一百個學生 開什麼玩笑 當然我們都對死了 是最後的 那我就不相信 其實你們如果在大學教書 大家都知道 只要你很用心 沒有人是可以 會被遺棄 然後永遠就這樣 什麼都不懂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就是教嘛 這是我們的工作 重複不斷講嘛 就一個學習 重複講好幾次 然後那概念重複再來 重複做實驗 重複重複 實際上教育的本質就是如此 對老師的工作來說 沒有什麼是帶不起來的人 沒有這件事 我不相信 那是因為你沒有時間 你的這個體系的問題 才會讓你教你自己再往下滑 那這當然不是你的錯 更不是普遍大學生的錯 是我們在制度調整的過程裡面 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是這樣來看待 那你剛剛有提到說 圖書館不賺錢 它是需要 真的是沒有錯 就是國家有些必要的 必要的公共服務 是不是 是真的是需要的 那我們一般說來 國家必要的公共服務 大概就是 教育跟醫療 這個東西 被視為是 普遍的 權利的一部分 right 就是權利的一部分 是被普遍認同的 所以當然我覺得 教育應該是這樣來做 那 教育跟市場的關係 說起來要 有點複雜 因為它跟各個科目 跟各個學門 要從那角度去理解 會比較準確一點 那 這個牽涉比較細 就是說 你在不一樣的學門裡面 你怎麼跟維持市場的關係 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或是怎麼維持跟社會的關係 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不能一概而論 不能一概而論 那 我們在想辦法說 那它跟市場 或跟社會的關係 基本上是一個比較進步的關係 是比較好 那這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那細節也有很多辦法 好 最後一個是什麼 是好的學術評鑑 或學術評鑑 是不是應該就取消掉 那我覺得要回歸到 當時我們在做 評鑑的這個起點 當時台灣在做這個評鑑的起點 呃 就是要排名 就是要排名 非常清楚 我們的教師評鑑是延續戲所評鑑而來 這個戲所評鑑呢 是教育部啟動 我剛才講 國家發動了 做出來的事情 他講得非常清楚 一開始就是 為了要補助款的分配 要排名 但是後來被供給之後 他就說回去了 說沒有沒有 這跟補助款一點關係也沒有 純粹是你們自己去自己拼 自己提出標準 傻鬼了 這樣子齁 那我問我這個是 他一開始非常清楚 而且現在我們也證實 的確是如此 他其實是跟補助款 相關的不在一起 要不然學校卯足進來幹幹什麼 學校直接你都傻了嗎 不是啊 當然是跟錢有關 他還卯足進來幹 當時在做第一次的戲所評鑑的時候 2006的時候 我們那個校長把所有的戲主任都搞哭了 你知道嗎 大大大五十幾歲了 一個博士教授 坐在那邊哭啊 報告不好 被校長罵 要重新再做一個PPT 一個法術委員 明天就要來了 什麼玩意啊 什麼鬼 我們就這樣吧 就顯然那個是跟清費直接相關的嘛 好 所以我們其實 然後這優勢而延伸出來的教師評鑑 當然也跟這個放在一起 所以我們工會的一個很簡單的主題 第一個 把他跟補助款這些東西 徹底切斷 他的威力就少了一半 至少少了一半以上 然後回歸 當他被攻擊的時候 教育部就說 沒有這個評鑑是為你們自己好 好 那這個我也同意 我就取他這個標準 為我們自己好 很好啊 我們去柔勢阿爾上來做 譬如說我們系就自己做 我們鎖就自己做 所以我們覺得怎麼樣的評鑑 對我們是最有利的 譬如說我們請這個別人來我們系上 就是我們同領域的人比較了解 對不對 請同領域的這個教學不錯 研究也不錯的人 我們大家都公認 好 請他在我們系上 來看我們上課 你們多歡迎 對不對 來幫我們看看 我們有什麼問題啊 大家來討論嘛 就是 歡迎 你不要來看那些 什麼數據 它沒有意義啦 直接做進來 你就sip in 對不對 那你可以答應 你只可以 sip in 坐進來看 好我們在幹些什麼 給我們意見 我們來討論 錢誰出 學校出啊 教育部出啊 你不是包了好幾億在做評鑑嗎 為什麼你不出這個錢 這就是所謂由下而上的 為我們自己好的評鑑 它跟清費解斷 過去有沒有這個機制 有啊 本來就存在啊 我們鎖上 譬如說我們鎖 就本來就會 學校就會有一筆錢在那裡 就說 教學知能的增長 我們就真的這樣幹啊 就是找人來跟我們演講 說因為他教學的經驗 他怎麼樣教這些學們 對學生真的有啟發性 很好 那學校有一筆款項 幫老師錄影 如果你志願 你志願 OK 然後錄影 然後呢 就把它放在網路上 學校其他老師幫忙 我真的是從那裡面學到很多東西 有個老師他教書真的是 這是非常棒 不同科系的 他教那個管理 非常棒 絕無能場 哇 而且 對每個學生的名字都記得很熟 這個我當然是做不到 我說 大家開心啊 又學到東西這樣 連我看都學到很多東西 這很棒 這個要花錢的啊 對不對 就花在這裡 這就是 我說的所謂Evaluation Self Evaluation 自我去評量你自己 什麼是對我是最好的 這樣 那要保障他自己的 學術上的某種自由度 那又能夠幫助他 這是由下而上的評階 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這把評階幹 一定變完善 但現階段 我們工會的訴求是 暫停所有的評階 現階段 策略上我們認為應該暫停所有的評階 這些都是搞錯方向的 我們重新再來搞一個 如果要搞的話 來做一個真正的 好的 有效而上的 國家一樣付那些錢 不會讓你多花 那對大家真的有幫助 我認為也是這個意思 那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樣 直接這樣講的話 他會覺得 又有把金融那一套拿進來 不是 所以現在先把他佔補掉 把他弄自己 我再回應一下大學名額多或少 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 到底 誰可以同大學 國家該開多少大學名額 但有一種說法是說 你的成績太爛 你就不適合同大學 十八分 那麼多十八分大學 所以大家可以關一關就好 這是一種說法 可是另外一種說法 我們有可能是 這是比較沒有用 是用權力論的說法 反正就是說 是用資格論的說法 你成績不夠格 所以你就沒有資格念大學 這種 教育不太好 就比較不是屬於 教育自主式性的說法 那 可是另外一種觀念 你們也可以重新想 是說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是不是不尊大學一格的價值 這個就像我剛剛講 就是說 這是當初在教改的過程中 只是一個運動的盲點 我們在廣盛高中大學 因為當時 他們在廣盛高中大學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的運動者 其實是看到的時候 他們覺得 其實體系好像就是 全部完全全都是為國家服務 為經濟服務 然後就是做那種工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沒有人文精神 所以他們覺得 這些工應該全部換到高中大學來 讓他可以自由選擇 自由發揮 自由實行發展 可是 他在這個改革過程中 其實他某種程度上 他也 某種程度上 扼殺了某種人 去選擇 繼承的價值 所以 所以說 我會說 我們要怎麼 討論大學的名額 的多少 有兩種 一種就是剛剛講的資格論 那當然資格論這個說法 可能現在很難 在公民權利是 普遍越來越高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說法很難去 做得通 就是說 我們憑什麼 扼殺一個人去念大學的權利 那可是 倒過來講 問題是說 在今天大學的文憑 這麼普遍的情況下 是不是造成了某些人 不得不去念大學的問題 那是不是要重新 把這個價值給重新多元化 我們今天也許 如果今天一個專科 一個機制 他的國家的投資 跟大學一樣多 那為什麼非獨尊大學不可 這是一個問題 可是過去確實 二等的 就是成績不好 考試考不好的學生 就公共被丟到技職學校 那是當初我們的呈現 有沒有可能是一流的學生 是在技職 也有在英文的 在大學 這是另外一種想像 而且確實我們的 教改確實是缺乏這個想像 我們還是覺得成績不好的 就丟去做技術 有些國外不是這樣想 好 然後 然後 好,第二個問題是說,是學術自主可能,還是跟大學的關係? 簡單講我會覺得現在問題是說,我們常常在講說,我們在做公共運動或做很多運動,我們要反市場化 可是這反市場化到底會走到哪裡呢? 老實說,我覺得我們已經走不到過去那種最原始的20、30年前那種學術那麼穩定的,無憂無慮的環境了 就是說市場的邏輯既然已經進來了,那它就走不掉了 那現在問題是說,所以說,我們必須重新去思考,把這個市場邏輯,大學市場邏輯給做一些防火牆或是一些設定 把它給擋住,讓它不要再繼續滲透 讓這個大學裡面的運作速率再慢一點,再退回來一點 但是它其實已經回不到我們過去那種那麼純真想像的大學效益 我自己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大學其實不得不去面對市場的挑戰 可是我們要在面對市場挑戰的部分中,我們不是完全去服力市場 而是去重新建立一種權利觀,或是一種教育的價值觀 然後我們要來說,這不是市場可以買的這樣子 所以說我才會說,其實它公會化可能是一個一條道路 它是重新建立一個以勞動為,勞動基本條件保障為基礎的大學程序 那本來其實做研究我們確實是需要的 有時候學生真的做研究為什麼其實是需要的是閒暇 不是你一天兩天旁就要做完 我每次常常都覺得說,一些大教授們接了這麼多計畫 做了這麼多計畫,真的是很好的計畫 老實說我不覺得 因為它是一個在快速的運作下的一個結果 那最後一個是說,到底有沒有其他評鑑方式的可能性 那這一次很難也是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老實說當初最早最早在大學的評鑑 那時候有一個考量是說 大學教授在學校裡面 很多人覺得在學校裡面太安逸了,都不做研究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不行,我們要評鑑你 要看你到底能做評鑑的績效值 可是有些問題是,評鑑的從來不是那一批老教授 老教授們最後是在拿到權利的那一批 拿到評鑑的權利那一批 然後那些所有人要去管跑老教授們的年輕學者 近來是被評鑑的這一批 然後被綁補助,那就是葉延串的這種各種 有的沒的的狀況 所以說,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評鑑上的兩種 就是說,評鑑的利益當初確實是認為說 大學教授的教學或研究 他需要被有一定的輸出 就是說你不能說,大學教授以前就是 我們常常以前聽到一種笑話 就說大學教授打成一定是沒有電風扇 吹這種說法 當然不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反應的就是說 大學教授過去的情況是比較慢,緩慢的 比較相對的可能說沒效率或怎麼樣 那現在是說,我們要一個評鑑,可是我們要他還補助嗎 或是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就像阿亮老師講的 字下格上的評鑑標準 那或者是說,我們有沒有一個多元的標準 我們讓大家選嘛 你今天翻譯好,你選翻譯作為評鑑升等標準 你今天是著書寫書好,你用教學 多一點標準讓他們選擇 那每個都還是可以同樣的升上來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選擇 因為現在台灣的人文學者的寫書 寫書量也是越來越少 那翻譯量也是越來越少 這都是新的危機 對,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多元,品鑑的價值多元化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話其實在校內教授裡面 其實那個升等,研究的好像在六成到七成左右 教學行政只有二到三成 大概是這樣 我們今天這個題目是 危機與轉機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到你心裡面 設想的那個或期待的那個轉機 不過我想有一點是應該是 在座有沒有行政單位派來聽的 我其實在寫那個文案的時候 也蠻期待有一些校長派他的秘書來聽回去 把那些意見反映給他 那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在座有一些在大學裡面教書的 朋友們或者是現在蠻多在大學就學 我覺得我們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就是會去大家團結起來吧 那很多很多事情 可能就是你把聲音叫出來 越來越多人站在一起 透過職務的這些場子 我們這個也先預告一下 這不會只是唯一的一場 我們接下來會持續的在這些議題上 希望透過到各個學校的職務 或者各地方的職務 把高校的意見 把它叫得更大聲一點 讓越多人來參與 回去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親人 跟你的同學一起分享 那也更重要是採取一些共同的行動